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我们不能这样子敢等着呀 苏董 我还是不相信萧建石杀人凶手和内奸 证据不是明摆着吗 苏总 我们还是先 带我们绑匪的要求吧 不然时间真来不及了 让我让你让 小姐 你这个窝囊废 到现在来不来救我 等我出去 我一定要够你们工资 介绍她来公司 打算进水楼台先得月 从此告别单身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她送的 这就是分分钟在一起的意思 孟玉啊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地义来了 越来越合我的胃口了 是吗 到时候我可会让你反胃的 我要去洗澡了 明天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对 对 你 你说 别动 你跟邦妃是一伙的 你搞错了吧 我们刚刚差点都死在邦界县长 再一层陷害 你到底为了什么 这个人你记得吗 我弟弟孟朝 放下枪 放我走 放下 放下 我真的开枪了 放下 我真的开枪了 我真的开枪了 放下 我不开枪的话 人质就会死 如果任由毒贩逃亡 那会有更多的毒品 导致更多的人 欺离子散家破人亡 别跟我说大道理 你们在侦查前做过调查 我弟弟孟昌刚刚成年 没有前科 没有杀人放火 那次贩毒就是误入歧途 是他的第一次 再说 他绑架人质的时候 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 我怎么知道枪里没子弹 那你就可以随便杀人 在那种危机的情况下 我必须要保证人质的安全才行 他是我唯一的亲人 划作是你 你什么感受 肖大队长 我的枪法怎么样 太厉害了 我已经向我们公司推荐你了 如果他们要是不答应的话 我就再向他们推荐 推荐你到我们安保部来 到时候 咱俩就越来越近了 原来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主动接近我的原因 是的 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 那小女孩的仇又该怎么算 他爸爸根本就不是孟超杀的 是谁杀的现在还没有结论 但是小爹现在已经成了孤儿 他受到的惊吓 到现在他自己都不愿意去回忆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 不管怎么样 你今天必死 放开我 小心 小心 你没事吧 我还没死 没想到小爹送我的这东西 居然还救了我一命 我要杀你 为什么还要救我 只要我还活着 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会一直保护你 毕竟你不是坏人 可你杀了我弟弟 杀了我弟弟 我现在就要去救苏纳 如果苏纳亚是死了 你可就是帮凶了 小心 把枪放下 孟玥 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们队长真的喜欢你 孟玥 你冷定一点 先把枪放下 有什么话咱好好说 把枪放下 老天 隐蔽 别跑 终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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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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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阿 阿 阿 fel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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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